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见面了 我们昨天讲了Memcache的使用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一下MySQL 就是我们部署过程中使用的MySQL的东西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之前的章节呢 有讲了MySQL里面的安装啊,配置啊 这些已经配置好了 它本来这一节呢,应该是会讲一些包括MySQL里面怎么配置安装 但是这些是应该属于上一节的内容啦 那我们这一节呢,主要讲的内容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Migrate的命令 这些大家应该也都用过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Jingle的Debug工具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目的呢,并不是讲 Jingle里面的,例如说数据库应该怎么设计啊,然后里面应该怎么写啊 这些不是一个Jingle框架的教学课程 而是一个怎么部署 那说到部署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其实还是,例如说我数据库 装好之后在使用里面呢,例如说我要怎么监控,看它里面性能啊,或者它具体在做什么操作呀 这些防尔就是对我们部署呢,这些防尔就是对我们部署呢,更加有意义的 所以我选用了一个开源的工具 叫JingleDebug Toolbar 这个工具呢,可以用来监控各种,例如说我们的Jingle的环境 还有MySQL里面的使用的时候各种访问啊,还有它的性能啊 最后呢,在这一节课的结束,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工具 来看一下我们上一节课,不是已经配置好了Memcache吗 我们就用它来看看,它是,它访问一个页,访问一个页面呢 是从cache里面读呢,还是,还是有没有什么一些去读取数据库的行为 那今天呢,我们就,呃,开始我们这一节课 还是,按照光例啊,我们还是用之前的虚拟机 那首先呢,我们数据库已经配置好了 那我们的,呃,这个项目呢 它会自动的去访问数据库建立一些model 这些是应该属于Jingle的基础 那我们现在首先就是去建立一个 呃,建立一个model 好让它去访问数据库 那这个model stoppy呢 呃,默证是,是没有的 那我们如果大家里面没有这个 这个文件呢,我们可以自己创建一个 那创建之后呢,我们在里面加一个最简单的model吧 首先你当然是要从Jingle.db里面呢,importmodels 然后我们,我在这里呢,我就定义了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一个book 一个book呢,有一个name 这个name呢,是制服创的域 那它最大的长度是128,像这样写 这个只是为了来我们做一些测试用的 所以我写的是最简单的 当然这个不属于我们部署的课程,我们就 不会去详细的讲解 你建立了一个model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model,呃,就是在数据库呢 去建立相应的表 当然这个命令就是migrate命令啦 那这个命令呢,是 是migrate命令 你执行这个命令之后呢 它会去读取你的models里面的定义的这些模型 然后呢,自动去连接我们的migrate命令 去创建相应的表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表 我们可以打开MySQL中端来看一下 呃,我这里我得看一下那个密码 呃,我们上次配置的时候是123456啊 对 Значит pegarmiş令呢 我的 tho 방송 coming rear Institute Google放置 哦 那这个db呢数据库名称叫blockdb 那我们看一下建立了这个book这个表 那既然已经建立这个表了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migrate命令之后呢 它会自动去创建这些相应的表 那大家如果比较早期用django的人 可能也记得有一个叫symcdb这个命令 之前早期的django都是用这个命令 那现在这个呢在1.7之后呢已经废弃了 我们现在都是用migrate这个命令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定义了一个model 然后用migrate命令之后呢 它自动去数据库里面创建了相应的表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去操作这个数据库 那操作数据库呢一般是在views里面 那我们打开views.py来做一些操作 也就是说定义一些book 那上一节课呢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test的view里面是非常简单 就是返回了test的html 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加几句简单的话 我这里也稍微讲一下 首先呢我去看一下book里面呢有多少个 也就是说数据库里面有多少个book 多少本书啊 当然一开始肯定是零的这里一开始是零的 然后呢我就 book name 也就是说我的书的名字呢就叫book零book一book二这样 如果这里算出来是零那这里就是名字就叫book零 然后呢我就创建一个book啊 它的名字就叫book零book一book二 也就是说每次访问呢它就一直递增 只是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book呢保存起来 这些是Jingle的基础啊 大家应该也都清楚的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book的名字呢 传给test.html这个模板 然后在模板里面我就显示一下这个名字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view啊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test.html里面是怎么写的 那test.html里面呢就是很简单的标记 就是在body里面呢我就把这个name传过来 这个book的名字显示出来 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呢访问一下看看 之前有访问过几次啊 你看我每次刷新呢 它就多创建一个book 然后它的名字呢就叫book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 这样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 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数据库呢 它是可以去访问数据库 然后可以去建立这些表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是不是 数据库里面呢已经有 有九本书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book这个数据库里面现在有有都有什么 这里里面有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我们现在如果再刷新一次呢 它就会创建了book十对吧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又多了一本 所以这个view呢 它会不停的去访问数据库 不停去创建 那它就会有数据库的访问 但是我们又想知道说怎么 怎么来看 这些view访问了哪些数据库 做了哪些操作 这些对我们好像是 黑箱操作一样 那我们想知道 那就需要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叫JungoDebugToBar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边 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它 我这一次访问呢 它对数据库做了哪些操作 比如说 做了一个去查询的操作 看有多少本书 然后还有呢 就是它其实就是 转换成那个数据库语句 就是说去看一下多少本 最后呢我们还新增了 新增了一本书进去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数据库的语句 那这个工具呢 要怎么安装呢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安装这个 它的它的命令比较简单啊 可以直接用PIP安装的 它叫DjangoDebugToBar 那我们呢 在广远的账号下 或者说你用SU2也行啊 广远账号下 你直接PIP install DjangoDebugToBar 这个在课件里面有啊 这条命令 大家输入进去 那么它它就会安装 这里我已经安装过了啊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呃 去在install apps 这里面呢增加 增加这个DebugToBar 也就说要把它加到install apps 那我们现在打开来 我们的setting 大家都应该都记得哈 setting.py里面都有一个install apps 也就说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增加一个这个 DebugToBar这一句 加上这一句 放进里面去 放进去之后呢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了呢 其实还不是啊 我这里有提到 首先呢 我们刚才显示的 刚才显示的这个页面呢 它有用到JQuery JQuery的库 但是它墨证呢 它是连接到Google的JQuery 但是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这边访问Google呢 经常是有问题的 所以一直打不开页面 我刚才也是打不开 那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去编辑一下 呃 刚才装的这个插件 它的配置文件 那它 它的 setting 它也有个setting.py 是属于它这个插件的 那我们去编辑一下 它放在哪里呢 还是用那句语句啊 还是用那句语句啊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 编辑一下里面的 有一个叫 debug to bar 底下有个叫setting.py 打开来 啊就是 这条命令啊 打开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JQURL的 配置啊 这句给我注释掉 这个是它原来的 它原来就是调用这个 那我后来我发现 那根本就 打不开这个 谷歌的 这个 这个JQURL 那我自己就把它改成了 呃 国内的 可以访问的 或者是 本机上也可以啊 我我这里呢 为了方便 我就访问了 国内的一个 CDN 提供的一个JQURL 反正可以打开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编辑之后 保存 大家 大家呢 就是按照这样来编辑啊 OK 这样编辑保存之后呢 我们呢 去看 就是我们默认的打开来 这个test的话呢 按道理它 它也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呢 呃 因为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test 这个test呢 我里面写了这么多这些东西 那我如果是直接这样行不行呢 我这个模板 我这个模板 test这个模板 什么都没有 这样行不行呢 这样不行的 因为这个 我说的这个工具 JingleDebug 它是要求 它是要求 你一个页面 必须有body的标签 封闭的body标签 它才会生成这个tuba 出来 所以这一点 大家要要要 记住啊 就是你如果想用这个 来 做一些调试啊 光彩啊 什么的 你的template 也就是说 你的模板呢 必须有body body的标签 那么我们这里呢 现在我已经加进了body body标签 这样 加进去 那这样我们来访问的话呢 就会 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 有三个CQL的操作啊 它做了什么什么啊 用了多少时间 这样呢 就非常方便 我们对MySQL 后台的 性能啊 或者是做了什么操作呀 进行分析 因为本来我们是 完全不清楚 它在后台做了什么东西 在这里 那这个插件呢 还有一个 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插件 它只有在debug 模式下 才有效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setting 是不是debug 现在是开的 这个setting 是jango的setting 这里呢 可以看到 如果是 计算机名字叫lab1 它是debug 开的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计算机呢 名字就叫lab1 啊 所以也就说我们现在呢 是在debug 开启的 模式下 才有这个bar 才有这个debug的bar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 也要注意 就是说你自己去看一下 呃 看一下setting 到py里面呢 一定要确保它是开的 好 那这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些监控啊 还有分析啊之类的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说我们昨天 昨天 昨天已经配置了man cache 那我们今天我们想知道一下 哎 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啊 因为我们昨天只是配置好了 然后呢 大家可能也想知道他哪次访问 他到底是从cache里面读的 还是直接去访问数据库啊 寄上出来的 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看一下 目前是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都是直接有数据库访问的 那肯定不是从cache里面读的 那为什么呢 我们要怎么让他就是 不要每次都去访问数据库 而是直接就是从cache里面读访回的 我们现在就打开setting.py setting.py呢这里有 有一个配置叫中间键的配置 middleware middleware这里呢 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个网站呢 它的内容是从cache里面返回的 那我们可以加上两句话 这两句话就是第一句 是这个 当然这两句是要自己加进去的啊 这个是我只是把它加进去 然后把它注释起来 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呢 这一句呢是必须放到第一行 当然具体的机制呢 django的官网上也有一些解释啊 比较复杂 这一句必须放到第一行 也也就说它会自动去更新一下cache 那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是 意思就是说你访问一个页面的时候 如果之前已经访问过了 那我就直接从cache里面读 不要再去view里面去计算了 最后这一句 所以这两句你必须加进去 然后呢我们的访问呢 它就会通过cache 加上之后呢我们把它保存 ok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这边一直在运行这个block test 这个项目 那它自动呢又去 它知道setting.py已经有改变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test ok你看我们之前每次刷新呢 是不是它的它就自动去创建一个书 然后增加1就是不停的加加加 但是现在自从我们刚才加了setting.py里面加了那两句之后呢 它其实就是也就是说 它发现哎你又是来访问这个 它就不去view里面去创建 要去计算了 它直接就在cache里面又返回你上次的那种 上次是什么 上次就是book15 那我们不停刷新 哎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数据库访问 它根本就没去访问数据库 更别说去创建一个新的新的书了 也就说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cache 你看 这里刚才cache呢是一直是0的 现在是2 也就说它两次两次呢都是从cache里面读的 然后之前数据库这里呢一直是有操作 那现在呢是没有的哈 这里是没有的 那就说明我们之前的cache呢已经起作用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呃 其他的 像这个 这个呢也可以用来你看可以看一下在每个阶段啊 我们这一次的请求在每个阶段花了呃各个阶段都花了多少时间啊哈 还有我们现在的执行这个的setting是什么 setting 例如说我们刚才的 做的这些配置其实在这里也有显示 还有呢就是我们请求的header 这些经常我们也是经常用到的啊 还有 请求 呃数据库 也就吸口语句 还有静态的文件 模板 呃直接从cache里面的 也就说访问cache 所谓的cache命中吧 然后还有一些信号 嗯 那这样这个工具呢是非常有用的呃 特别是对我们数据库 我们本来不知道数据库后面的黑箱操作 那用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 在部署过程中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呃性能监控或者是问 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 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呃谢谢大家